有一款车很拉风 外行人看到了就会说 这不就是摩托车吗 董行的那行人就会说这是本田 而车主则骄自豪的手 其实他堪比劳斯莱斯G2-1800 那么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呢 其实它真就是一款摩托车 本田集团出产 这款堪称劳斯莱斯界的G2-1800 就是本田机翼 这款摩托车的定位 是舒适豪华型巡航摩托车 本身重量达到410多公斤 十分庞大 这款本田车的价格不菲 售价在人民币35万元 比一辆汽车还要贵 买的人自然不多了 所以贵肯定是一方面 另外在其他配置上 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呢 虽然金翼是款摩托车 但本田对它下足了功夫 首先从侧面看上去 本田金翼作为仅有的集团 采用铝制车架技术的摩托车之一 这的亮点一方面是全铝材质 另一方面是采用了大多跑车 所使用的悬吊式车架 其次摩托车还配备了耳机的接口 其金翼听音乐也非常不错 金翼的音响可以把视针率控制的很低 即便在有噪音的情况下 带着全盔也能够听 音响系统自带音量调节辅助功能 能够随着行驶的速度的提升 不断的加大音量 另外金翼有非常稳定的刹车系统 当紧急制动制使前后制动 均触发了防暴死制动系统的时候 金翼会非常稳定的制行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感觉 自重大轮胎抓的力也还不错 最后在动力方面 搭载的是史无前例的六缸机 最大马力为116匹 最大扭矩为167扭矩 搭配的是五档变速箱 动力十足跑得很快 但是1.8层的排量油耗真的不小 有些汽车的排量都不足 但是能够买得起这款车 相信油耗根本就不是问题了